OdioJungle 只好放下军务开始疗养 人虽然走进疗养院 心却还在战场上 这天 素玉强称病体 倒坐在一条高背板凳上 将手肘撑在椅背上拖住脸颊 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墙上的五万分之一 台湾军用地图 这是他的习惯性姿势 将一生都献给了军事和国防事业的素玉 随时都在准备战争 为了利用行军时间商讨问题 他甚至练就了道着骑马的独门绝技 素玉看地图时 任何人都不敢打扰他 他的老领导和老战友陈毅元帅 为此还专门给三叶司令补下了命令 素司令看地图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 包括我在内 除了看地图 名将素玉一生没有任何个人爱好 晚年他的女儿问他为何如此 户外地图 素玉答道 不安地图 何以为素将 看着墙上的台湾地图 素玉陷入久久的沉思 素玉领命攻台之初 形势是相当有力的 当时台湾只有7个军14万残兵败将 素玉拟以8个军20万攻台军发起攻击 攻台计划上在报批途中 攻台军已在浙江天目山 郊东沿海和长江口 开始大规模渡海登陆和台湾山地作战演习 蒋进时很快觉察台湾空虚 情急下竟由当村名寺等大战犯 从日本买了2万雇佣军帮助守台 于日军队血战8年的素玉熟知日兵战斗力 一个日兵可顶三个蒋军 那么岛上就相当于有20万敌军了 素玉只好第一次改变作战计划 决定将攻台兵力增加到12个军50万人 不料寒险处攻取海南 因无海空军封锁 血月率7万余人 从海南撤逃到台湾 同时 蒋介石在痛苦思考后 决定集中全部兵力 确保台湾这个最后的保命之地 于三天内突然将周山军岛的12万首军撤到台湾 台湾岛内将军短期内骤增一倍 达40万人 除此 蒋介石还将全部海空军也都集中到台湾 素玉只得二改计划 决定将原定登陆第一梯队的四个军增至六个军 不久情报又珍惜 台湾正加紧补充 短期内可达50万人 海空军亦有加强 素玉最报告 论兵力我已不占优势 不过只要能上路也能胜利 为确保必胜 最好能再增三至四个军坐域背队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兵力 素玉就再要八个军毛泽东也能给他 真正的问题是没船 素玉计算 为保证胜利 在登陆之初五小时内 必须船运第一梯队15万人上岛 还得确保相当数量的二梯队船只 而他手上所有的船 加起来 还不到一梯队所需的一半 在路上打仗 素玉认为只有六分胜率就值得打 甚至谁都以为不能打的仗他都敢打 而且还能打赢 他在孟良护敌人的包围圈里 吃掉敌人的王牌 淮海战役 他用60万人干掉了对方 10万 而现在 面对这种冷酷的现实 一生决策 犯献屡难如行平地的素玉忧远 此之再三 素玉下了决心 推迟台湾战役时间 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以后曾有高级将领私下议论 如果当时破釜陈州 敢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举兵攻台 台湾也可能就拿下来了 素玉回答说 不行 金门石里的教训太深刻 不重视血的教训就要流更多的血 隔着一片大海作战 六七分把握绝对不行 八分九分也不行 非十分不可 大海平平 一览无鱼 未来的公斤公台之战无巧可逃 就是磨盘 碾蹭 硬碰硬 不但要有数倍余敌的火力 数量优势 而且要有足够的船只 保证第一 第二 甚至第三梯队的船只 还要懂得潮汐 风向 登陆点的选择 我们攻坚野战是航家里守 但越海作战是外航 贫劳经验想当然不行 要吃大亏 几十万人马上去了 可能一股作气一胜到底 也可能上不去 叫人家返下来 那就是无路可退全军覆没 素育开始抱病加紧工作 不久突然昏倒不起 攻台军司令员 抗美元招战争统帅候选人之一素育 这一定就是整整一年才算勉强痊愈 从此 他留下了两大忠识